欢迎点赞订阅剪生活 我提前把菜股放在了我的一周 Cooktoday 今天就是红烧肉配馒头 只是把款式换了一下 需要用到蒸锅 然后是面粉 姜片 八角 桂皮 冰糖 五花肉 料酒 生抽 老抽 还有酵母 其实还有盐和油 我忘记放在这了 先冲馒头开始 因为需要发酵 我今天是做一半的量 所以所有的食材都减半 先是水 盖上煮锅盖和量杯 然后三十秒 速度从三到六慢慢的混合 先混合成面絮状 做好的就是这个样子 小面絮就有一点像爆米花一样 这样是刚刚好的 不需要加粉 不需要加粉和水 再去做调整了 再放一点点盐 这个也可以省略 盖上盖子 选择两分钟 然后是揉面的程序 两分钟就可以揉出 很好的面团 两分钟到了 面团揉好了 我们把它取出 倒扣煮锅 然后旋转底部刀头 就可以很轻松的取出面团 非常的干净 面团只要揉搓几下 就可以了 非常光滑 包起来放在一边发酵 这个时候煮锅是不需要洗的 放入网锅 把五花肉倒进去 五花肉是这样切成大片状的 之后夹在那个荷叶包里 是比较适合的 加入水 没过肉即可 然后选择五分钟 五十度 速度四 给肉飞水 五十度 清洗的肉 非常的干净 然后肉还保持生肉的状态 之后再去烧的时候 也更加好吃 趁洗肉的时候 来做一点 做荷叶包时 需要的烘焙纸 把它剪成小块 肉洗好了 用刮刀棒取除 然后放在水龙头下 用温水冲洗 看肉还是软软的生肉的状态 洗干净之后 放在碗里沥水 选择红烧肉的程序 放入姜片和五花肉 这里我有多加一步 就是 煸香这个肉 用五分钟 120度 反转小勺 盖上煮锅盖 启动速度 很快就好了 这个时候 肉会被炒出很多的水分 我会把这些水倒掉 更好地去除肉的腥味 插入蝴蝶棒 然后放入35克冰糖 25克生抽 15克老抽 50克的料酒 八角和桂皮 另外再放60克的水 盖上凉被盖和煮锅盖 时间调整为40分钟 100度 反转小勺 这样是为了配合后面蒸和叶包 取出面团 搓一个洞 洞口如果不回缩 就说明发好了 擀成长条状 我们今天的和叶包 做成像贝壳一样的形状 把面团切成12等分 切好之后按扁 然后上下把它擀平 擀成一个长的椭圆形 中间垫一个烘焙纸 避免它会粘起来 然后顶部收一下口 蒸锅呢 一共有两层 我们把所有的荷叶饼 都做好之后 放在蒸锅里 最后再拿叉子 做一个造型 全部做好之后 就可以两层一起 放到煮锅上面 设定 16分钟 瓦肉满 然后反转小勺 给红烧肉收汁的同时 蒸荷叶包 这个时候可以切一点葱丝 等一下可以夹在荷叶包里 喜欢香菜的 也可以准备一点香菜 时间到 荷叶包 先等过一分钟 再打开盖子 我们把红烧肉 先盛出来 看看是不是很诱人啊 如果喜欢颜色深一点 也可以多放一点老抽 我觉得这个颜色刚好适合我们 放一点香菜 点缀一下 这个时候可以把荷叶包 全部取出来了 今天二发的时间有一点少 所以没有特别的蓬松 但是吃起来的口感还是软软的 我们来加上一片红烧肉 再加上葱和香菜 尝一尝 是不是色泽很漂亮 吃起来味道也是很好 如果喜欢也跟做起来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